最近几年来,随着NBA进攻速度的加快,NBA一直都不缺乏爆炸的单场数据,但是真正能够单场60加的却很少。 好,今天就为大家看到NBA近33年来最牛的5次60分加表现,哈登60分三双只能垫底。 5.哈登60加10加11哈登是最近几年NBA最强的球员之一,更是在上个赛季得到了NBA的常规赛MVP。 5.哈登在单场比赛中得到了60分是个篮板以及11次助攻,这也是NBA三双的最高得分,也是最强势的三双表现之一。 但是作为60分加的比赛,哈登的这一数据,也只能排在前边几位大神之后。 4.卡尔马龙61加18加尔卡尔马龙之所以能够成为强大的一生之敌,其实力也是相当不容小觑的。 4.马龙在90年队阵雄陆队的比赛中不光带队写任雄陆队,还得到了61分18个篮板以及两次助攻,这也是近33年来最强势的60分加表演之一。 3.乔丹69加18加6乔丹,之所以被称作是NBA篮球之神,也是因为乔丹在篮球场上无所不在的统治力。 4.乔丹之夜生涯的最高得分就是69分,而要知道那一场比赛乔丹,不光是得到了这么高的分数,还有18个篮板球以及6个篮板,这样的数据更是让人十分赞叹乔丹的得分能力和综合实力。 2.大卫罗宾逊71加14加5大卫罗宾逊是登肯之前满次队的掌舵者,他们当时的双,人组合被称作NBA历史,这样最强的双卡组合之一。 2.大卫罗宾逊的得分能力居强让人感叹,作为内线球员他能得到70分加已经相当不易,还有14个篮板和5次助攻,更是相当爆炸的数据了。 1.科比81加6加2,科比的81分,神器,应该是近些年NBA最榜的表演之一,因为这是NBA单场得分第二高纪录,但是鉴于当时张伯伦的单场得分有很大的特殊性,所以很多人甚至更认可科比81分的强势,所以这才是NBA近33年来最强势得到60分加表演。